大家好,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彩凤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04分 那么也是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解盘 那么昨天所公布的美国的出勤失业金人数增加了442.7万人 那么预期是420万人 我们可以看到集合前面4周所公布的出勤失业金人数的话 那目前从过去5周的失业金的话已经是累计上升了2645万人了 那么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失业金人数的大幅的飙升 可以说是大萧条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最严重的一个衰退了 已经远超于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如果是按照那么失业金人数来预测 那么在下个月5月8号所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的话 那么预测那么在下个月初所公布的4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 可能会减少2000万以上 所以这个我们在上次看到它是那么减少了-70多万人 所以说本身的话已经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降了 但是如果是看目前的出勤失业金人数的数据的话 那么在下月初所公布的非农就业人数的话 可能会出现再度可以说是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那么另外的话 这个其实除了昨天所公布的美国的数据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欧元区的金融数据也是表现不佳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张图是涵盖了美国这个欧元区的制造业的PIMR 和欧元区的服务业的一个PIMR 以及中和的一个PIMR的一个数值 我们会发现目前的话 这个整个的欧元区的它的服务业的PIMR的降幅是非常剧烈的 那么整体的目前的制造业的PIMR的话 它是在33.6位置附近 而服务业的PIMR的话 那么中和的PIMR降到了11.7的位置附近 那么所以说目前的这个疫情 包括现在所进行的一些封锁一些政策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打击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当我们去看到美国经济在大幅度的 我们说下滑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到欧元区的经济也是同样在下滑的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交易来说的话 其实就可能会那么产生一些影响 很多同学看到昨天所公布的美国的数据表现不佳的时候 可能会认为那美元一定是一个利坑的 那么一定是利好非米货币的 但是大家去看一下非米货币的一个 或者非米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的话 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个各个国家基因都不怎么样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美元未必会大跌 欧元也是未必会大涨 那么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在整体的思路中 那么一直是维持一个美元指数 在月底之前看多的一个思路 那么从实际走势来看的话 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复活节以来 美元指数它其实更多是有一点点偏震荡 但是整个的方向其实还是一个震荡偏上行的 我们看到从复活节的话 在4月13号 也就是说从4月14号以来 你看到的整个的美元指数 它都出现一个持续上行的 虽然说中间的这个上行之路 可能会比较坎坷一些 还有它更多偏震荡 但它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也是继续去维持我们之前的观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月底之前 那么我们还是会关注 美元指数的一些上行和一些非米货币的回落风险 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的数据之外的话 我们还观测到 那目前的意大利的一个主权债的信用危机 那么再次出现了 我们会发现 那么在三月份 随着欧洲央行实行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政策之后 那么德国 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种主权债的一个利差 那么一度是收窄的 但是这两天又是出现了一个 这个大幅度的飙升了 那么意大利和德国的这种国债利差大幅度飙升的话 其实是能够显现出来市场对于意大利的一个主权债务的一个 担忧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目前欧洲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经营下滑的问题 还有一些那么潜质的一些债务风险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也是导致了棉指数那么出现一个比较强势而非美货币 特别是欧元 那么比较弱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欧元的走势的话 其实也是在整个的非美货币里面是偏弱的 特别是经过了主权经济数据和我们看到的这个意大利的债务 它的主权债的这个价差 这个利率飙升之后 那么更加是偏弱一些了 那么对于这一波的欧元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我们的同学去多次提到过了 我们下方去关注的支撑区间的话 是在1.07到1.0750附近 那么可以关注这个区域的一个支撑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品种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品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其实我们在昨天给大家重点去关注的 那么压力位置的话是有两个 一个是1726 一个是那么在1713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的话 也是在我们周初给大家所提前计划好的两个压力位 但是我们会发现昨天其实欧盘的时候 价格整体是一个偏强的 你会发现欧盘的时候一根大阳线 那么像四点钟的时候是 那么突破了1720的位置 直接是到了1726了 那么到1726的时候 其实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说 它其实是那么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空的位置 但是事实上的话 我们很多同学是没有去做空单的 包括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去进空单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么欧盘的这种上行的话 意味着美盘继续往上去拉升一波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高的 确实是昨天我们有同学去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昨天在 有同学会问到一些问题 就关于三盘连动的一些问题 因为你看到的这个欧盘的走势其实是偏强的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压制位置的话 它的确是在1726的位置 但是有三盘连动 因为欧盘的拉升的话 其实你要去防范美盘的一个再度的一个上行 所以这个时候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大家 因为你可以再去等一等 等到美盘再去拉升一波之后 那么给到你一些更加明确的信号了 你去做空 这个时候你的位置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且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所以对于黄金的话 我相信如果是大家去严格的去按照一些考虑三盘连动因素的话 应当可以在更好的位上去介入一些空单 同时的话 我们会发现小时级别的顶部的背离也是形成了 而背离形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会关注 那么价格的回落的风险啊 那么今天的话 对于黄金来说 我们重点去关注的是1720的支撑 那么下方的话 进一步的支撑是在1710 那如果是今天能够有效击穿了1720和1710的支撑的话 那么有望进一步的往下去下探 那么1695的位置哈 所以目前的这个黄金的话 我觉得呃 虽然这波它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更大一些 但是它并没有改变 这个我们对于这一波哈 黄金它是一个二次探顶的一个判断 那么接下来也是会关注价格的一个 进一步的回落的一个风险哈 呃 那么这是黄金哈 目前支撑的话是到了1720了 去关注一下 这个位置的下坡的话 那么会打开它进一步的往下去 下去看下看1710的这种机会哈 而1710的话 被下坡之后就可以去看一下更低的1695了哈 所以我们对于呃 做交易的话 其实我一直会建议大家 你走一步看一步 呃 有时候你没有必要去看的特别的远 因为即使你看的特别远的话 它也不一定会到 那这个时候你还不如就走一步看一步哈 呃 那么看一下原油 原油的话 昨天我们这个给大家重点提到的 关注的压力位置的话 到了哈 在18的位置 其实对于这一波反弹的话 我们也给大家去讲到过了 当小 当15分钟的这个压力哈 呃 这个位置 那么在12 附近哈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12.80的位置附近被突破之后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小周期的一个多空的分水岭了 而对于后续这一波反弹的话 其实也是看 个人的情况哈 呃 特别是昨天 昨天的时候我们重点是关注的是小时级别的压力 跟那么30分钟的支撑 那么最终的话 价格它没有跌破30分钟的支撑 而是往上去突破了小时级别的压力 那么意味着它其实选择了往上去突破 而不是往下去突破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的空单是没办法去入场的 它不有条件 而之后的话价格占上了小时级别的压力之后 那么进一步的目标就是看向了那么四小时的一个18的位置哈 那么18的位置的话 它其实是我们在周三晚上所确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关注区下行做空的位置哈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价格昨天回落回落的话回落到了那么15.70的位置附近哈 就中间的话它有回落230个点的空间 但是没有能够下行成功哈 没有下行突破成功 短线的话依然是处在了18的下方 17的位置附近哈 目前对原油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是有一些空单持仓的话 暂时去持有 然后去关注一下 那么接下来价格 它是否能够往下去突破16的位置 那么特别是能够突破15的位置是更好的 如果是能够重新突破了15和16的两个支撑的话 那么新一轮的下行会展开哈 所以这是原油哈我们整体的思路其实没有改变 我们本来计划的其实空的位置就是在18这个位置哈 呃到达之后其实已经有一些呃呃呃 但是入场了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入场 目前的话就暂时带好一些保护损 然后去看一下能够往下去突破关键的支撑 那么路德进一步的下行哈 呃那么对于这一波的原油的一个反弹的话 其实从日线级别来说收线其实还是收的偏强的 这意味着那么经过了这一步的拉升之后 其实后续那么价格即便是回落哈 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人会重新想的去抄底的呃 那么对于后续的一个多的位置 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了 其实我们更加倾向的位置是在五到六的这个区间之内 所以说后续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哈 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价格有再度回落 然后去测试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再度起稳的一个机会哈 呃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原油的走势哈 那么整体的思路的话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的一些文字的策略哈 那么基本上跟我刚才给大家去分析的那么类似哈 呃无论是黄金还是这个美元还有这个原油哈 呃那么就是其他的品种的话 大家有这个想要去了解的话 或者是想去学习我们一些方法的话 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去加入到我们的二元课程的学习中来哈 那么这是我们的呃 课程的构客二维码 那么下方的话是朗老师的专栏的二维码 呃大家可以去扫描之后关注哈 然后可以每天的及时的去呃更新之后就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呃 这个专栏的信息哈 另外的话在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 我是交易员的全球职业联赛 那么在晚上的话老老师也会这个呃给大家去分享这个货币超发下的投资的逻辑 就是说原由黄金美股那么A股呃包括一些货币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一些大方向的判断 那么可能会给大家去做些分享 然后会给大家去呃 讲一下我的参赛的经验分享哈 因为我也是呃17年的时候参加168的分析师评选 那么当时获得了这个亚军哈 综合考虑到了当时的呃我们说写交易文字策略就策略哈 交易那么已经演讲三个方面哈 嗯那么是一个亚军 所以说会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哈 这是我们当呃晚上八点到九点的这个呃 你要去看直播的一个二维码哈 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东西哈 也是感谢大家收听呃 那么也是祝大家又顺利我们下周再见